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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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 新的一集PodCon 我們今集PodCon 說一些三元新的東西 就希望出街的時候就趕得及一套電影上 湊一下熱鬧吧 對,湊一下熱鬧先說 因為這套電影Alpha就在日本那邊看了 因為之前去日本的時候你看了 其實香港好像做了優先場 已經上了 但我11月剛上的時候就在日本看了 日本的名字就叫做靈牙之門 香港就是靈牙的門鎖 香港就是靈牙之旅 台灣也是靈牙之旅 應該是3月2日 香港和台灣是同一日上 而且是有IMAX版本 這是新海誠的電影第一次一上 就有IMAX 因為上次《天氣之旨》 都是做一下才有IMAX加入 但這次一來就已經有IMAX 在日本做的時候是做Laser IMAX 即是更好一點 對,更清一點 簡直是啞了當時黑炮的檔期 他在日本是完全揮低了黑炮 黑炮2 對,黑炮2 對,對不起 說一說成績 在日本剛剛宣布達成了1000萬人次入場 就是新海誠連續三個作品都得到這個成績 他之前三個作品 其實我們稱為三部曲 即是新海誠的災難三部曲 分別是第一個是16年的李的明治 第二個是19年的天氣之旨 是22年的寧牙之旅 就是災難三部曲 李的明治是說水星 水星撞地球 天氣之旨是說氣候變化 不停下雨 下雨 下雨 然後在寧牙之旅 就是說日本人常常經歷過 即日常的一個地震 塞難就是地震 沒錯 在宣傳的時候已經說明了 他是直接與2011年311大地震 用這個311大地震來做一個背景 加上很多宗教 即日本宗教、民族 神話 神話 那樣的元素 所以他上去的時候 在戲院裡有個訊息 打出來 因為他是說到地震 在戲裡面 他們的手提電話 經常會向起地震警告 告訴大家 這是戲裡面有的一個元素 那就不是真的地震警告 如果真的地震警告 如果真的地震警告 戲院是會有預告的 他之前已經在Twister出了聲 叫大家留意 怕嚇到觀眾 因為聲音是很真實的 這個就是大家看的時候 香港不會有這個 台灣應該會有的 但是在日本當時的時候 他就要說到很明白 這件事 不劇透了 那我希望大家先進去戲院看 我們之後可能再 譬如過多幾個星期 去到4月份後才再 講這套戲 希望大家進去戲院看 還有香港是原裝日本配音 是的 這次是沒有廣東話配音的 還有中英文字幕 是 但是你是有原因地說的 你剛才跟我談過的時候 是說看日本配音 是有一點好一點的 因為如果懂日文的 可能一聽就聽得出來 我可能說錯了 如果大家有懂日文的 聽眾聽到 如果我說錯了 可以在留言 改正 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 因為故事 本身就是 其實鎮央是福島 福島對開的 對開的海岸 但是福島圍著 譬如剛剛下面 岩守 其實也是重災區 故事的主角 寧牙 他就 紅棋路加 在岩守 本來是岩守人 其實是一件事 如果大家 認識日文的時候 其實都知道 日本不同的地方 是有不同的口音 是 故事一開始 他們是在九州的 那就很奇怪了 因為 寧牙的阿姨 她是操東北口音的 寧牙之女 一聽戲名 其實已經知道了 因為日文名字 反而沒那麼清楚 中文改了名字 寧牙之女 就告訴大家 這套其實是一套公路電影 是 故事就是 這裡沒有劇透 不要緊的 故事就是寧牙 由九州開始 一路上上上上上 就沿著鐵路 一路上到東京 中間經過了關西 去到東京 最後由東京 再上去東北 回到岩守 所以一路走的時候 就會聽到很多 不同地方 不同的口音 告訴你 其實她大約去到哪裡 日本人一定知道 我想有些認識日文的朋友 如果在日本住得久 也會知道 這是戲中 留意的地方 但是我們只看字幕 或者聽廣東話配音 你就完全抹殺了她的提示 在戲中 大家可以當作一個註腳 如果你不懂得聽日文 不要緊的 可以留意一下 是的 所以因為 譬如 配上阿姨的聲音 扣母還是阿姨 扣母應該是爸爸的妹妹 但戲中是沒有的 她是單親的 她沒有爸爸的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交代 但她又是阿姨 因為她沒有媽媽之後 阿姨一手臭大 這個也是新凱城很喜歡的 找一些很升級的演員 去配戲中的配角 負責配阿姨的就是深津潰里 我們待會逐個角色介紹 深津潰里 她也故意操作東北口音 但深津潰里本身是九州人 待會我們逐個角色介紹 才再詳細說到這個 或者我們說一下 吳劇透 我們說一下故事的製作 和大綱 我們做一個導讀 大家入場前 可以知道 菱芽之女製作的背景是怎樣 介紹一下導演新凱城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由文青追到文中 如果大家看開新凱城的話 就由星星的聲音開始 2003年 是 獨立動畫 所以是2002年才對著 2002年才對著 他一個人做完那套 就是二十多分鐘長的獨立動畫 大家都驚為天人 一個人可以做到那麼多 當然他也用了電腦去配合 拍力也是非常驚人 當初一出的時候 被大家看到 到了2004年 他第一部的長篇作品 《雲之彼岸》 是 用中文名譯到 《雲之彼岸》 《約定的地方》 是 然後到了2007年 我想大家最為熟悉的是 《秒速5厘米》 因為配上Yamasaki 《雲之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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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聽到中毒了 尤其是 《雲之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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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动画制作人 一转到11年 他就拍了另一部长片 因为要充满5厘米就不是那么长 一个小时多一点 11年就拍了另外一部 比较商业的长片 叫做《追星的孩子》 香港也有做的 这套我是在日本看的 大家忽然之间 因为他完全走向公其进 吉卜动画致敬的路线 脱离了之前的两部 虽然有幻想的成分 《秒钟五厘》是比较寫实 但他幻想的元素 在《追星的孩子》里非常高 接着到13年 拍了一部短一点的 45分钟左右 就是《香港亦造燃业之庭》 就是讲一个忘年戀的故事 这部在香港也有照片 大家也有入场去追捧 评价都非常高 在香港和日本都是 大家开始文青男神 不断拜男 就奠定了大家文青追捧的对象 接着到这个…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2016年 没错 这一套就不得了了 完全是打破了日本动画电影 即是剧场的记录 他报了公企尽后层 达成了一千万人次入场的记录 是 当时很轰动的 这部电影也在全球大收 最后单单在日本收了250亿日圆 是 当时是日本历代影画的第三位的记录 当然这个记录后来打破了 因为有鬼灭无眼泥车的出现 但他也在第四十届的日本金像奖 第一次由动画作品拿到最优秀剧本奖 这是一个记录 接着到他三年之后的天气之治 亦都达成了一千万人次入场 亦都是计公其进之后 可以连续有两套动画 达成一千万人次入场 这是一个记录 刚刚在日本的灵芽之内 亦都刷新了这个记录 就是连续三套 有一千万人次入场 他在日本还未落画 所以票房一直在滑 他亦是继公其进千与千层之后 多年以来 再有日本动画电影入选柏林影展 第七十三届柏林影展 动画部门竞赛的部分 也是一个很大的记录 其实这部电影的宣传 是新海城、习大城的最高杰材 这个我看完 我都可以告诉你 是真的 之前两部 我当三部曲 例如《你的名字》、《天理之子》 和《灵芽之类》 《灾难》三部曲 其实《你的名字》和《天理之子》 讲的东西都比较单纯 讲的背景、男女的关系 通常新海城都是那样的 你知道了 你找我我找你 总是刷新易过又错过了 就是比较单纯 即使是他的世界的策定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你的名字》和《天理之子》 其实世界是一样的 那两个世界是一样的 他又没有明显的提示 告诉大家 究竟《灵芽之类》和之前两部 是否同一个宇宙 这是他没有明显的提示 但我想可以当成 回来 来到《灵芽之类》 这部作品的背景是比较复杂的 而且题材是比较沉重的 不过他用了一个比较轻松 即是有喜感的 即是轻喜剧的手法 去包装很多情节 所以看起来 你又不会觉得很沉重 但他在背景的背景 的确是比较沉重 稍后我们会谈多一点点 回来我们谈谈制作 其实如果你在日本 入场看 他每个星期都有一个 入场特典送给观众 我第一个星期去看 我就拿到一本 叫《新海城本》的书 介绍《灵芽之类》 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 他每个星期都会转 后来是转成配角的人物小串 但我手上这本《新海城本》 他介绍由他写企划书开始 制作背景是怎样 或者顺着这本书来说 因为这本书 除非你在日本真的有入场 在香港就很难找到 因为香港入场不是送这些 香港入场如果没有看错 应该是送海报的 他准备了三款 我相信他现在排在家 至少上三个星期先 看IMAX的话 就另外送一款IMAX海报 所以如果是新海城迷的话 就要留意 要集齐的话 你就可能自己知道 要看三次 要怎样做 好的 我们跟着这本书说 第一件事就是介绍了 《灵芽之类》这个制作 其实他在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用大震灾 来做背景 是一个舞台 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日本一个社会现象 叫做过疏化 其实就是很多城市周边的近郊地区 开始越来越少人住 设施、建筑或集落 他们有一些小村庄 就开始荒废了 其实如果你去日本旅行的话 你自驾游 你一直去一些比较乡辟的地方 你就会看到这个状况 其实很多东西是避免了 甚至一些温泉区 以前是一个很繁盛的温泉区 整个温泉区 童年经历过311大地震 她就失去了她唯一的亲人 她妈妈 即是最亲 后来就是由她阿伊带带她 是 这个故事就是说回 凌亚自己在这十几年 即是真正的时间 因为大地震的时候是11年 我来说一部电影是22年 的而且在电影里 也是说经过了11年 是 11年的时间 她就说这个女孩 去到现在变成一个思春期的少女 她怎样可以摆脱她 丧亲这个事情 她都接受不了的事实 跨出这个阴影 而真正成长呢 这个就是动画的主题 其实《新海城》做的时候 根据她自说 她说有三大之处 另外她也有一个观察 而导致她写这个故事 第一件事就是 2011年的311大地震 女主角在这个震座里 失去母亲 如何跨越她失去母亲的相对 一个成长的故事 第二件事就是那张 等了 我刚才说 男主角草态被那只猫封了 那只猫有个名字 叫大神 为何叫大神呢 她的面旁边的毛 末了出来 就像日本以前能剧里面 一些在天王旁边的大神的造型 因为那只猫一路避开菱娅和草态 那只猫是自己踏天路上去 周游全角的 那些人在路上 看到一只猫搭车 就不停地拍照拍片 上社交媒体 那玲娅就是靠追踪社交媒体 去追踪那只猫 是 这个吹吹吹吹的 不是 不是 其中一个官方的Facebook 是出了这些照片 我们没有剧图 整个故事其实是以公路电影的形式去做 也说到草态要面对自己 即是双重身份 她怎样拿到平衡呢 一方面她是承计了家业 另一方面她的志愿就是做教师 是 那她怎样在两个身份之间取得平衡呢 其实是否她有寓意的呢 这件事 日本其实很多都是 手工业那些是 没有人继承的 即日本自己本身本土 其实是否都有意思 在说这件事 是 没有人继承 她们的手艺那样东西 我突然想到 一会儿说到 一样是捏迫这一点 你这个点 可能是 真的 虽然说这一点 就比较以一个轻松的手法去说 那第三样呢 就是说到 地震 真是日本这种灾害 他就拿了很多在日本 传统宗教 就是民族神话里面 的元素就放进去 其实那些东西 譬如那里 要封的门 就是这些波图 叫做结界 在日本以前的神话里面 就有的 全国一直是这样 由九州上去 关西去到东京 到东北 一路 一个公路电影的形式去做 有这三点 另外 新海城也说到 为什么他会有 做这一套电影的意念 就是他做完天气之子之后 他就在那里思考 那究竟 通常他说 每做完一套电影 他用半年的时间去 去想究竟做些什么 再用半年的时间去 起草这个计划书 然后就用两年的时间 去真的制作那套动物 其实他很快 其实他是每隔三年 我们讲平均三年 有时短些 有时长些 都不奇怪 当他思考下一套 天理之子之后下一套 要做些什么 他就 有一次回乡 他乡下有长夜 其实是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他一次回乡时 就经过了一些地方 发觉 很多地方 他童年的时候 很多人居住 但他现在已经49岁了 到人的中年,他發覺很多地方已經廢棄了 就沒有人,他們用一個詞語叫過疏化 宏觀點看,我是不是看日本的衰落 整個國家的衰亡 他也提到日本在這裏有很多儀式 例如土地,日本在建屋時有很多祭典要做 例如平整土地後,準備開工動土 他有叫做地震制 震不是震動的震,是震壓的震 金字編做震的震,意思是平整地 師父過來做儀式 就是神道教儀式,祈求地平安 他們又叫做地震制 建造到要上樑柱的時候,他們又叫做儀式 建造好的時候,他們也有一個完成儀式 日本人很注重這件事,在新海城後中說 但是,土地有用的日子過去 被人荒廢了,丟下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任何儀式去哀悼他們的 人死了也有葬禮 但是,土地沒有人用的時候 就荒廢了,就放在這裏 他又想是否應該有一個儀式 去紀念這件事 於是他便想到 要將門上鎖這件事 動畫中 用門上鎖作為一個 對這個廢棄的地方 他自己的悼念 剛才說到,他也有提到 草泰被人封在座椅裏面 他說的意念在哪裏 就是青蛙王子的故事 因為女主角和草泰在座椅的形態 穿州各省的旅程的時候 他們是發生了感情的 但是男主角的形態是一張座椅 他提到,其實你對一個人 欣賞一個人或喜歡一個人 你是看他的內心 還是看他的外表呢? 嘗試用這個 類似青蛙王子的故事 套進草泰和菱芽的關係 希望帶出一個訊息 究竟你是看一個人 看外表還是看他的內心 草泰混在座椅裏面的時候 被囚禁 他的靈魂被囚禁 那種不自由 那種經歷 他也帶回很多人的身上 我們不可以被實質的監獄囚禁 尤其是社會有很多 雜族 或者很多在社會上 家裡通過的責任 各種各樣東西 都可能是囚禁著你的 他說當一個人是一個不自由的時代 一個不自由的地方 那他是豁湖的角度 你被封閉的時候 你究竟是怎樣去面對這件事 怎樣去找回自己 怎樣去活出這些限制 跨越這些東西 去過到一個豐盛的生活呢? 也希望大家看完這部戲之後 出戲院的時候 可以拿到一些啟發 抬起頭 努力做人 這就是新海城 希望傳遞到給大家 一些訊息 很新的 所以這個是 上兩套都沒有那麼沉重的 你聽他說 這套是一套比較沉重的東西 他自己也說到 不知道跟疫症有沒有關係 是 剛好有肺炎 沒錯 他一開始做的時候 已經很有意識 要接觸一個有關死亡的題材 因為他已經跟監製說 要做三一一大地震 做背景 監製團隊也合了頭可以這樣做 因為已經過了超過十年 大家都可能需要一個集體的典禮 入電影院其實是一個典禮 幫大家去跨越這件事 製作團隊覺得這套電影可以做到這件事 他們就想著大膽去做 其實這件事很敏感 對日本人來說 因為的確很多人失去了家 甚至失去了自親 你每次翻開這件事都很相同 其實會不會很危險 你始終會影響 那份人 他嘗試做的事是帶一個正面的訊息 新海誠自己說 在這個震災裏面 其實每一個日本人 總是有朋友或親戚 過身 失去了 其實這是一個整個日本共同負擔的相同 不說經濟 其實經濟也是 因為日本到現在都正在復興稅 去幫助避災 其實全國都要交的 但感情上 其實日本人全國都在承受這件事 新海誠也很有意識 要放進去 關不關疫症事 她說她自己也不知道 在疫症期間的確是身邊有很多人 不在 疫症可能也給了一個 另外一個 閱讀這套電影 大家自己進去看 她也說到 在疫症期間這麼艱難 她也完成了這套電影 她很感謝她的製作團隊 因為這樣她希望大家入場 看一看這套作品 因為她也提到一件事 就是日本人 你知道我們經常說 日本人文化裡面是一種 無常的觀念 大家每天出門口 會說 我出門口 但是 有時你可能去了很遠的地方 有時你出去了 真的不會回來 回不了你 對不起 對日本人來說 潛意識裡面是日常 真可誠 每次出門口 就好像 坐過山車一樣 當你回到家裡 有一種 穿地的感覺 坐過山車 鬆一口氣的感覺 我沒有想過日本人 會有這種感覺 她說在一個娛樂作品裡面 那麼接近死亡去描述 或者去敲問大家對死亡這種恐懼 或者觀念的東西 她說 其實自己都沒有試過 但是正正因為這樣 她希望去做到這件事 就是幫助大家 看看如何去面對這個感情 這套戲的確是比較沉重的 雖然她以一個很輕鬆的手法去包裝 因為她的喜劇元素 其實是比之前那兩部多的 之前那兩部沒有太多輕鬆 或者喜劇元素 在裡面 但是這一套是比較著意去做這件事 其實她也說自己年紀開始大了 她的觀眾也跟著她的年紀開始大 她也要想一些不同的方法 或者如何吸引到一些年輕的觀眾去看電影 所以她就採取了一和上兩套電影 一個比較不同的手法去做 其實剛才說到地震那件事 她稍後也提到 一般來說我們對相同有一個四步的認知 四步的認知 大家都聽過 由無感到否認Denile 接著絕望Despair 接著接受再重建 重建你個人 有這個過程 她形容就是上兩部電影 就是頭兩個部份 是 這一套電影 零牙之旅 就是跨出絕望 再去看如何重建你自己個人 如果要這樣分析的話 她就可能會這樣去理解她這三部電影 即是在四層出絕望中的帶位是怎樣 動畫最初由九州開始 故事背景就是 女主角和她的宿母 對不起我經常說錯了 她的宿母是兩個人經歷了三一大震災 在岩手搬到九州處 這是很普遍的現象 在當時很多人 經歷了這麼大的災害之後 又失去了親人 又失去了家裡 甚麼都沒有了 她們的確是由北邊搬到很遠的地方 有些可能搬到北海道 有很多人搬到去 其實岩手距離九州 如果沒有看錯應該是宮城和大昏園之間的地方 拿回日本地圖看出來 你就知道岩手距離九州向海 向著太平洋那邊的地方 故事在九州發生 女主角日常出門後上學的時候 在路上遇到一個男子 就是這裏的主角草泰 草泰其實是一個大學生 她正在讀教育 她的志願是將來成為老師 這是她其中一個身份 但她有另一個身份 岩手距離九州出門的時候 在路上 草泰就向她問老 她說你有沒有見過一個地方 是零零射射的門 岩手距離九州 岩手距離九州說沒有 不以為二就沒有 繼續上學 大家在學校就聽到同學說 其實我們附近真的有這樣的地方 是一個廢氣的溫泉區裡面 的確好像是一樣的 零雅聽到之後 她就有一個衝動 其實伸海性的角色 其實都是這樣的 韜韜氣也是這樣的 有一種任性 她就有一個衝動 忽然去途學 就回頭找這個 原本是想回頭找 她在路上遇到這個男子 找草泰的 但是她就直接去了 因為她覺得會在那裡找到她 她就直接去了 那個廢氣的溫泉度假區那裡 但是當她去到的時候 發覺什麼都沒有 只是看到那道門 在好奇心驅使之下 她就去嘗試打開那道門 在這個一連串的動作同時 她就意外地 撿起了地上一塊石頭 這個石頭是重要的 有個名字叫耀石 其實是一隻狼 因為她這個動作 怎樣說 影響了整個故事發生 她就擁鎖了草泰要做的事情 把自己捲進去 當靈牙打開門的時候 她發現門後面 不是對面 是另一個空間 那個空間 對她來說有一種吸引力 因為她好像看到 童年的距離在那個空間裡面 但是當你穿過那道門的時候 你就不是入了空間 你是在另一邊走出來 她只是可以看到 就不能夠走進去 這個故事後來有說 後來草泰來到 其實那道門 是一個通往現實世界 而且會帶來災難的波圖 那道門通常 草泰他們家傳 另一個身份就是封門師 她不斷要去全國不同的地方 找這些零零丁丁在廢墟裡 然後把那道門封上鎖 制止災難從那道門走出來 災難就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地籠 日本神話裡面 傳統相信地震是由於地籠在地下動 而引起的 地籠就會在門道走出來 就引發災難 草泰就是要封了這些門 制止災難 其實代代家傳都是做這件事 好了 在這個過程裡面 剛才說的靈芽 是失敗了這件事 因為它撿起了地上一塊石頭 那塊石頭 其實就是鎮住 地籠的神石 叫妖石 它撿起石頭的時候 那塊石頭就變成一隻貓 那塊石頭本來是一隻神獸的化身 就鎮住那個位置 那靈芽撿起了它 那這東西就認定了靈芽 是它的拍檔 其實本來應該是草泰去撿起它的 但是靈芽撿起了 就失敗了整件事 靈芽和草泰封了第一道門之後 這個是在Trader看到的 我沒有截斗的 你解釋一下Trader在說什麼 回家 草泰將整件事的內容 我們就說了 但是在這個時候 那隻貓就出現了 那隻貓 就認定了靈芽是它的拍檔 就覺得草泰是敵人 因為它跟它爭靈芽 那隻貓 就把草泰封進靈芽的椅子裡 那椅子是靈芽 媽媽留給它的遺物 草泰被它封進椅子裡 那椅子竟然會動 將三腳椅子 即是變成人 變成機器 二人化了 因為我開始看以為是機械人 預告 其實不是的 是魔法 整個人封進椅子裡 那椅子就變成草泰 就會動 草泰要追回貓 因為它要回復人的形態 才可以繼續去做這件事 但是靈芽看到這樣就追著草泰 那貓一直在不斷地去避免它們 從九州一直到上面避免 到上去關西 然後到東京 那樣就只多了這個旅程 那接下來我們就不說了 大家自己進去遠看了 剛才我們說的全部在附送中 看到的 我先說一下 我們剛才不是說香港 你說不是派海報的嗎 是 其實不是海報 是明信片 明信片 是 第一個星期是3月2日至3月8日 第二個星期是3月9日至3月15日 第三款是3月16日至3月22日 除了派Postcard及典之外 原來優先場是有特別版的特典 就是一道門的紀念卡 就是那張戲票 但是應該我們出街的時候 應該已經沒有了 香港不知道有沒有在日本的戲院 它有道門嗎 有啊 有啊 那就可以給你們在門打卡 好像是打個QR Code 香港那個 那日本有一道實體 其實都是指板而已 但是有一道實體的門 就給你們打卡 香港不知道有沒有 看看香港藝衛園 大家作一下 看看有沒有運氣 它有這些宣傳文品 那接著就有三款財賣券 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得買的 三款都有不同的東西 我們剛才說的那張椅子 就是其中一款 前賣券可以摺一張椅子出來的 一張小的椅子出來的 我們會出圖給大家看 是 其實剛才也說到 我們先介紹一下 一些人物 剛才也說到 女主角先順著說 是 主角是17歲的女生 她的名字叫做 岩湖寧零雅 其實這個名字是有意思的 新海城去作的時候 那岩湖其實是一個 如果你知道日本 舊的神話裡面 天朝帝有一個故事叫做 天岩湖 就是把太陽藏在一個岩石造的動物裡面 就失去了光明的世界 其他眾神就走出來想辦法 怎樣去令這個岩石的室 跳舞 跳舞是誰是神負責的呢 就是一個叫做天田女的神負責 他們叫天田女明 明的字其實是對神的專稱 天田女的日文就是 Utsume 其實跟寧雅是差一個字 Susume 名字就是這個 岩湖是護士 寧雅就是人物 另外是飾演女主角的 袁塞乃華 女明星 童星 童星 其實是六歲開始演戲的 他是姓袁 不是袁塞 是袁塞乃華 由童星出身 他六歲開始演戲 十三歲的時候也主演過一些電影 可能我們未必有機會看過 但是他就是非常之厲害了 就是一個一千七百人的 採訪裡面 是選到他出來的 其實也有一些訪問 不過不是很多時間 我們可能遲些再跟大家 補充這件事 那男主角 有看過的 香港有播過他的 是嗎 他有份拍過視戰隊 哦 是呀 也是有做過戰隊 但是小孩子 小孩子 小孩子 大家應該看見過他的樣子 如果有看戰隊 是呀 我們也可能有看過的 那男主角就是叫做 中象草泰 由重川北斗飾演 重川北斗大家如果有留意 日本藝能的話 都可能知道了 他其實是Johnny事務所旗下 一隊叫做 Six Tones的組合 裡面的一個成員 其實也參演過很多 不同的電視劇 是有演出經驗的 然後就是很重要的 一個角色就是張耳 張耳其實就是 跟草泰同一個角色 也是由重川北斗繼續演出 另外就是那隻貓 那隻貓叫大神 那隻貓的名字 出處就是來自能劇裡面 飾演 那隻貓 那隻貓是人 飾演一個女仔 是一個小孩子 那他就負責這個貓的配音 那這隻貓是 在日本現在很人氣 那其實 講開貓呢 新開城很喜歡貓 其實他好像是有養貓 那他也是 那上一套天氣之之 也有一隻貓 就叫魚 那隻貓叫做 那隻貓 那就是飾演 菱芽的購母 那就是 芽霧環這個角色 就是深津潰里 這個大家很熟悉 另外有一些配角 也是有名的 譬如好像 這個江布臉 就是單戀 深津潰里 就是 癌悟環的角色 那就是染谷障態色 那其餘 譬如飾演 他在路上遇到的角色 那也是 譬如好像 伊藤沙里飾演的 二支拱流尼 花蕾 飾演的 海報千果 然後 花摘香菜 也都有份 就是參演的花摘香菜 大家很熟悉 顏護莊 那就是 在回憶裡面 菱芽的母親 那之前 有參演過 這個天氣之子 還有 尼的名字的 神老龍之介 也有回來 那就是飾演 就是勤澤的角色 草泰的朋友 來的 飾演草泰的 爺爺 都是很出名的 日本演員 從本白鷹 那基本上 就是 Starkast 這個也算是 那音樂方面也是 那就是 過去兩部作品的音樂 也都回來 繼續幫新海城 做配樂 Red Wims 也是 也有跟音樂人哥 鎮海一珍 即是跟Red Wims 合作做配樂 其實整個製作班底 都是新海城過往幾部作品 差不多的班底 尤其是做美術的單字像 他負責新海城作品的美術 是一個很尊重的美術家 是 他也是繼續負責 副導演是三木洋子 也是 新海城的長期工作人員 以上就是 令牙之類大約的製作背景 希望大家入場之前 就有時間聽了我們的節目 希望引起大家入場的興趣 因為這套作品的完成度 真的非常高 你其實看回新海城之前兩套作品 每一套作品的精度 是一直提高的 而且他用電腦 去讀單字像的美術 越來越做得仔細和立體 這是很厲害的 其實他已經做到 習慣了 製作方面 因為是第三套 是呀 作畫的密度 比之前兩套更上陣陋 所以大家先看了 因為如果不看的話 很難和你解釋到什麼 等於Slam燈一樣 你不看的話 很難和你解釋 推介大家看幾個網台節目 譬如鳳慶強有份說 Slam燈如何 Brand 2D和3D 3D師父有份 是呀 葉Sir有份 人特意用2D手法去製作 但整個環境 背景各樣東西 3D製作 而且是真實的質感 不是真實的 我意思是加工過真實的 物件的質感 已經非常強 而且那樣東西是成熟 進入日本動畫 可能是進入日本動畫 除了Slam燈這個動畫作品 如果喜歡動畫 零雅之旅 我覺得不應該錯過 無論從畫面或者故事 兩樣東西都很複雜 盛載的資訊是非常多 可能看一次也未必足夠 我也打算再看一次 Slam燈我也打算再看一次 未落的 這套零雅之旅 大家如果有留意Twitter的話 其實也看到 新海誠和袁塞賴華這幾天 和他的監製 阿川川 就飛了去柏林 參加這個柏林影戰 也看到他們在Twitter上 瘋狂打卡 除了跟觀眾一起打卡之外 也帶了椅子去 是 去到哪裏都拿椅子出來 打卡 真的是零雅之旅 還有椅子坐飛機的時候 有自己的位置 哈哈哈哈 不知道他們放在那裏 真的買了個位置 過海關 拍照 是 非常搞鬼 很厲害的 在那裏每一場都爆 700多個位置都爆 其實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是啊 不在香港的觀眾 可能就要等多一個月 因為我們看這個資料 在歐洲和美洲 排了4月才上畫 可能想著等柏林影子完結 之後再拿到後悲 排了4月 所以譬如我們在英國 或者美嘉的朋友 可能要等久一點 才可以欣賞到這部電影 在日本的時候 其實宣傳是非常重要的 他跟很多不同的單位 都有Course Over 譬如我們剛才 off mic的時候 我跟Gobi說 Gobi發現了麥當龍 原來有很多Course Over 有影片 有限定的AR 還有二同樂園餐 是有繪本送 而同樂園餐有廣告 繪本其實是寧牙的童年的廣告 寧牙和她的座椅故事 都精美的 我們有途出的都精美的 入場也是 每個星期會換一本書送給你 另外它也跟很多不同 比如手提電話 跟AU有Course Over AU叫你們去全國不同的地方 找回差不多的東西去拍照 這個Spotify也有Course Over 是 那首主題曲在Spotify 可以立刻上架聽到 它也有一個很搞鬼的廣告 有連結在下面 大家自己上去看 Spotify的廣告挺有趣的 另外也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就是放東西 它在戲院也有很多證物 很多人都賣了 那隻貓很瘋狂 那些人買了一隻貓 然後到處坐車去打卡 很多人或者很多藝術都 找了一隻貓來做這個致敬 小說也出了 是 有新鑽成自己寫的小說 其實是劇本的衍生出來 戲院也有不同的商品 但這些可能在香港比較難看到 僅有方法 但如果有興趣 大家看完這裡的戲院 我想在日本還能買到 因為日本還是在戲院上去的 他其實也有補貨 我在戲院的時候 其實這部電影還沒上去 他已經準備買這部電影的商品 但由於這部電影還沒上去 他就還沒拿出來 於是他就把之前兩部電影 賣剩的放在那裡 就繼續賣 賣住 那部電影一出 他就夾出來賣 我也買了一張B5尺寸的 箭板薄薄的 它是一個變幻的 那有地方看見 有時看到菱芽在到梅前 有時就是在從梅前 那樣 一點一點的賣 我也會賣 看會不會把戲院 每個星期送的那個 封面都鋪出來 是 因為都有興趣看到 其實他有些人物小傳 他之後送的那些 比如 譬如扣母的故事 寫到這裏不知道 應該不會劇頭的 它說寧牙和扣母之間的關係 也接觸到這件事 這件事也是在日本人來說很貼身的 怎樣照顧災後孤兒 先說了兩件事 一件事就是想介紹大家上這裏看 它有一個叫寧牙之旅的聖地巡邏二十選 它是找到日本各地 新海城在這些地方做一個參考 放在寧牙之旅的場景裏 幫你努列20個地方出來 大家如果去日本的話 有機會可以去打卡 另外說到去日本 其實在4月份 會有一個寧牙之旅的展覽 在日本舉行的 第一站就是東京 它是會巡迴的 首先就是在 松屋銀座八樓的活動空間 由4月19日開始到5月8日 大家如果想去日本的話 就可以留意這個時間 它遲些也會在大阪、閘房、金閘、福江 和其他地方由巡迴 大家留意這個網站 在外面帶給大家 是 看完之後我們看看 有否找到客人 來講一下這套電影 其實我們正在聯絡著 一些嘉賓 我們初步聯絡到重磅嘉賓 可以說一下梵達的 是 但要等他忙完才這段時間很忙 我們試一下再找其他重磅嘉賓 逐個逐個慢慢找 因為大家都很忙 不是 在英國的朋友可以先看一人婚禮 是的 一人婚禮上 是的 還有這個 摘路未曾 另一個就是 我們這些同門的 又要賣廣告 在英國摘路未曾的 已經上了 大家可以夾時間去看 另外就是 一人婚禮也是 英國會上的 大家可以留意 Haven Production 兩套都是Haven Production 好像是 你留意他的Facebook 你會看到 他上映的地方 和時間 看看是哪個近的 你就回去看 其實 可能你也要 一個小時交通去看 但我覺得絕對值得 兩套電影都是值得的 你兩套電影都看完 我兩套都看得到 賣花賺花 不是賣花賺花 其實沒關我 是的 愛於同門 所以要宣傳 不是宣傳 只是說一套好的電影 真的值得看 兩套都是 很有時代意義的電影 現在看當然會有感受 但隔多一段時間再看 他肯定在香港的電影史上 會有一個位置 不會就這樣消失了 這兩套電影 我昨天也看了《正義回落》 是的 《正義回落》 又賣廣告 《正義回落》 又是同門 賣廣告《正義回落》 他剛剛達台的版本也結束了 是的 總之都看完了 哈哈 不要搞 不要搞 還有時間支持 重要的 我覺得是香港電影 處於一個 《正義回落》的入口位置 其實大家不支持 其實不只電影 有些電視作品也是 值得大家花時間 去重拾 你可能不滿意大台的東西 很多人像我 可能很久沒看電視 真的疏 只是看新聞台而已 就是 跟著就是 新聞都不是看本地的新聞 已經 很多東西都不報 你都知道 現在看新聞 我要看台灣的新聞 我要看英國的新聞 我要看日本的新聞 我才知道世界發生什麼事 是嗎 亦都方便了很多的 看外國新聞 是呀 尤其是現在 有很多以前看不到的 現在是YouTube 很多人很主動上YouTube 我意思是負責製作的單位 不是二售三售 不是二售三售 還要很快 那些新聞 好了 大致上是這樣 又說得很長 本來是半個小時 零下之類之外 都記得看香港電影 節目 我們應該是三月就會正常 定期會有節目出現 好 希望 下一個應該會是 三月號的 POPCORN月刊 月刊 好 要找資料 好 儘快還一些旗票 就先還了高達 我們得安之道 就放出來 是呀 今集到這裡 好 希望大家喜歡 好 入戲院支持好的電影 是 是 今集就是這麼多 好 順手給我們一個讚 訂閱 推薦給朋友 如果覺得可以的話 拜拜 拜拜